美帝骑士千万件 罪罪罪骑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要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骑文宝 第一条 今日份最巧合 能源部提议放宽领域喷头的用水标准 难道是为了总统的完美发型 8月12日 美国能源部发布了一项提议 将放宽美国领域喷头的用水标准 提议希望能够恢复上个世纪90年代 美国国会设定的领域用水标准 也就是每个喷头的最大出水量 为每分钟2.5加轮 差不多就是9.5升 而巧的是 特朗普总统曾多次抱怨 这个领域设备无法根据自己的喜好出水 导致他无法保持完美的发型 说起咱们的特朗普总统 一头飘逸的金发显然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特朗普的发型十分特别 前端两侧流长 以不同的方向往后梳其固定 最最特别的是顶上流长梳向额头 在180度大转弯梳向顶端 虽然发型师认为这个发型实在是太过时了 但架不住特朗普自己喜欢呀 今年7月16日的时候 总统曾在白宫的一次活动上抱怨 喷头的出水速度不够快 他说 当你洗澡的时候 淋浴喷头不出水 你想洗手也不出水 所以你怎么办 你只能多等一会儿呀 洗澡的时间也要长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但我的头发一定要完美 随后特朗普还特地强调了完美二字 又有那么一次 特朗普在俄亥俄州的惠尔普工厂发表演讲时 再一次提到了自己的头发 你搬进新家 打开水龙头不出水 你打开淋浴喷头却没法洗像我一样的美丽秀发 你会洗得更久 浪费20分钟 跟中国不同 美国多数家用和酒店的淋浴喷头出水量是固定的 使用者一打开水龙头就是最大的水量 只能调节水温和出水的方式 一种说法是 在不影响生活品质的前提下 设置统一的用水标准 可以有效的节约用水 尽管特朗普总统觉得洗头不够爽 但是一些美国民众却表示 淋浴时水很大 力道很足 并不影响淋浴体验 所以说 这个提议究竟是政府正儿八经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还是讨好特朗普的小技巧呢 您怎么看呢 第二条 今日份最奇葩 佛州警长禁止下属和访客佩戴口罩 给出的理由竟然是 过了小半年了 这打不死也赶不走的新冠疫情 还蹦蹦哒哒的在美国撒花 CDC主任可都要急死了 他严厉警告 现在为了你的国家 以及我们正与新冠病毒进行的战争 我要求你们做四件简单的事情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洗手并对人群保持警惕 否则美国将可能迎来 公共卫生史上最糟糕的秋天 而这边 有这么一位警长 也郑重其事 认认真真的下指令 我的副手和雇员都不得戴口罩 哪泥 这是佛州马里恩县警长伍茨 在8月11日 发给全警局的一封电子邮件中 所提出的要求 为了减缓新冠大流行的蔓延 佛州奥卡拉市 颁布了强制口罩条例 奥卡拉市议会 上周通过了一项紧急法令 要求企业内部佩戴口罩 尽管该市市长在周一否决了该法令 但市议会在周三又推翻了否决 伍茨在邮件中说 现在该条例豁免了政府实体 把决定权留给了领导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的命令将维持原样 就是你作为我的员工 代表我的办公室上班时 不得佩戴口罩 伍茨随后又列出了一些 需要佩戴口罩的例外情况 如在法院 学校 医院 以及在巡逻到养老院出警 或者涉及高风险老年人的情况下 不仅如此呀 伍茨还写道 这一命令不仅适用于那些领工资的人 任何走进警长办公室的人 都将被要求摘掉口罩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 他们将被要求离开 这简直比霸王条款还要霸王 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 他要求不戴口罩的理由竟然是 让沟通更清晰 武器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鉴于当前发生的事情 涉及到我们的国家 对执法部门的情绪和仇恨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确保有明确的沟通 并识别任何走进大厅的人的身份 邮件并没有具体立出 为什么雇员不应该戴口罩 但武器写道 他已经听到了抱怨 暗示他的决定可能不受欢迎 最后 武器在邮件结尾写道 确保安全 不戴口罩可怎么确保安全呢 这是不是有一些讽刺呢 第三条 今日份最无语 美国黑人活动人士放话 打砸抢是为自己找补偿 商店没有损伤 因为有保险 根据英国太阳报8月11日报道 一位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活动人士 日前语出惊人 他将芝加哥周日晚上 大规模的打砸抢行为 称为对人们的补偿 并声称 抢劫行为无伤大雅 因为被洗劫的商店 都有保险 这究竟是怎样神奇的脑回路 这违法犯罪还有理了 我这边吭吱吭吱 攒钱买包呢 远远赶不上你们一搂一大把 这节奏啊 这名活动人士叫做 艾利尔·阿特金斯 他在周一与警察局外 举行了一次集会上说 我不认为有人决定洗劫 哭去或者耐克商店 有什么不对 因为这能确保人们 吃饱穿暖 根据芝加哥媒体报道 阿特金斯说 这是赔款 他在集会上还说 他们想要什么 就可以拿什么 因为这些店都有保险 芝加哥周日晚上 发生的大规模抢劫中 有100多人被捕 13名警察受伤 至少损失了价值 6000万美元的财产 抢劫的导火索 是周日当晚 发布在脸书上的一段视频 该视频声称 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 15岁的男孩 这导致数百人 在芝加哥市中心抗议 并在周一凌晨 洗劫了壮丽大道购物街 事实上 被枪杀的人是20岁的艾伦 他在周一被指控谋杀未遂 在集会上 阿特金斯不同意警察的行为 他说 尽管司法不下令 不再允许警察追捕艾伦 但他们还是决定要追捕 并向他开了好几枪 周一上午 芝加哥市长警告称 执法官员已经在查看高清监控录像 打劫者将面临后果 市长表示 不管给出的理由是什么 犯罪行为永远没有理由 你无权夺取和破坏他人的财产 市长还说 芝加哥居民理应得到安全 企业也理应享受安全与保障 第四条 特朗普给出温馨小提示 快开学吧 多看电脑会脑萎缩 让我们回到被受喜爱的特朗普小剧场 为了让学校复课 特朗普也是拼了 奇怪的开学理由想了一个又一个 什么小孩子不容易感染新冠了 什么小孩子免疫系统很牛了 这会儿又想出了一个新的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在8月12日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 特朗普为了督促学校开学 找了这么一番说辞 网课从来不是面对面教学和辅导的有效替代方式 当你坐在家里的地下室看着电脑时 你的大脑就会开始萎缩 美国新增新冠死亡病例 仍在高位徘徊 而8月12日 特朗普继续敦促美国学校开学 让学生回到教室 让企业开门营业 让运动员挤满体育场 特朗普还强调 所有学校都应该制定计划 恢复现下授课 他还举出了具体的数据 说约99.9%死于新冠的人都是成年人 他还威胁要撤走分发给那些拒绝复课学校的联邦资金 然而啪啪打脸的是 华盛顿邮报报道 在特朗普做出这番呼吁开学表态的当天 美国单日报告死亡病例 是自5月中旬以来的最高 达到近1500例 刀的刀刀刀 刀逼刀 刀完今天 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的奇闻宝 等你来哦